我是小杜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又是吃到飽系列 那今天我來到三重區這邊 沒錯來體驗這邊有一間非常有名的吃到飽 他是 國系專賣無所不包這邊 來探店囉 99元吃到飽早餐店呢 那他的CP值呢非常的高 他的話成人一個人是99塊 對那140公分以下呢一個人是89 不論如何吃都會回本啊 不管怎麼吃都會回本啊 因為你看我就夾了七顆包子嘛 好謝謝 那簡單來說就是你們進到店裡面付完餐之後呢 一個人會拿到一份盤子跟碗還有一個杯子呢 就可以開始用餐囉 飲料區 好那首先呢我就先從滷肉飯起手室開始吃 我聽那個網路上的那個網友說 他們家滷肉飯啊一定要加這個 他們家特製的辣椒就是會比較好吃這樣 比較開胃啦 而且他滷肉飯其實很香耶 就是那種偏台式那種香氣的味道這樣 他這個辣椒的那個後勁蠻強的這樣 就是你喜歡吃辣的應該會很喜歡 然後米飯啊也是那種粒粒分明啊 滷肉的那個 香氣很香 滷肉啊吃起來也是很綿密這樣 就是 很順口那一種 那這家店的特色呢就是他們家的包子啊 也是吃到飽這樣 醬餡肉包啊蔥肉包紅豆包芝麻包花生包芋泥包跟 饅頭都有 首先呢我先來吃一下他們家的肉包 哇他肉包裡面的肉其實算是 不小喔就是也是有份量那一種 然後 他的蔥肉包啊蔥的香氣非常的香 然後裡面的內餡啊 肉包的肉也是蠻多汁的 然後飲料的部分啊 我選的是豆漿 他豆漿的豆香味也是很香 對就是喝得出來他是用的蠻好的豆漿這樣 那如果說你不喝 豆漿類的啊他也有奶茶 冬瓜茶啊 還有那個 咖啡系列的可以讓你選擇這樣 芋泥包 他芋泥很綿密然後 裡面的那個芋頭香啊也是 很夠這樣 我覺得他還不錯的地方是他的包子都做的小小顆的就是 讓你每一樣啊都可以均衡的吃得到這樣 不會說吃一顆就很棒這一點我覺得 很加分 而且 我覺得不管怎麼吃都會回本啊 因為你看我就夾了7顆包子 然後滷肉飯 這樣絕對超過99塊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是還OK這樣 紅豆包 那紅豆包的內餡啊我覺得表現上就是偏中規中矩跟外面市售的那種車輪餅的那個紅豆餡的餡料 他的甜度跟 口味我覺得是差不多類似的這樣 芝麻包 哦他的芝麻的內餡很多耶 就是這個味道沒錯 這味道就是跟我小時候啊 在上學之前啊 就是我們家父親有賣那個小籠包 他們也有賣芝麻包的那個 味道一模一樣 就是 芝麻香非常的 香然後呢 裡面的內餡也是甜的不膩那一種 我個人如果說是跟 紅豆包比起來的話我個人更喜歡芝麻包這樣 青粥小菜 他家的那個青粥小菜的配料啊 種類也是算是還OK這樣 就是該有的基本款這邊都有 那個粥的那個濃稠度也是很剛好 不會到過濃 就是也不會到過濕 很適中那一種 我覺得一早這樣子吃啊 就是 很營養 吃完整個活力就滿滿醬 用完餐啦 那我簡單呢來分享一下這一次的用餐心得 這一間 無所不包 99元吃到飽 早餐店呢 滿分10分 我會給到 9分喔 我覺得他的CP值呢 非常的高 因為他包子的種類啊 也算是滿多種的 還有滷肉飯 稀飯啊 跟飲料 飲料呢 就有4種喔 我覺得這一點 很加分 那再來就是他的價格啦 怎麼吃怎麼回本 所以呢如果 小資族想要省錢的朋友呢 這一間無所不包 99元吃到飽 早餐店 我推薦 就呵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